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0人與主法定人數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請議事人員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列席委員 曾明宗等22人 列席人員 國防部部長 嚴德發及所屬人員 主席 呂召集委員 玉琳 報告事項 1.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 確定 2.邀請國防部部長報告 國軍軍風紀案件之處置 反霸凌 性騷擾與自殘防治等相關作法並被質詢 國防部部長 嚴德發及總督察長市總督察長黃國民報告 委員林昌左等21人質詢 均由國防部等相關官員及其答覆 決定 1.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審答結束 2.委員口頭質詢未及答覆或要求提供之資訊 請國防部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本會各委員並複製本會 委員令指定期限者從其鎖定 以上宣讀 請問在場委員我們議事錄有沒有遺漏跟有錯誤的地方 好 那我們議事錄確定 下請議事人員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邀請國家安全局局長報告 我國科技情報工作之現況與業務未來策進作法並被質詢 處理院會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國家安全局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支等4案 一 第二幕向下行政管理中一般事務費預算凍結案 二 第二幕向下行政管理中其他業務租金預算凍結案 第三案及第四案皆為第二幕向下情報教育訓練中教育訓練費預算凍結案 以上宣讀 我們先介紹在場的委員 羅智政委員 吳宜丁委員 吳玉霞委員 陳以信委員 再來介紹在場的官員 國家安全局局長 邱國正局長 柯承恩副局長 柯承亨副局長 還有我們胡沐元副局長 特勤中心副指揮官周廣奇指揮官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專門委員 劉家瑋委員 請問各位委員 有關報告四項的第三項 處理院會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國家安全局主管的預算凍結案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之等四案 現在書面報告已經送交本會是否同意解凍 好 那本案就同意動之提報院會 本日邀請國家安全局局長 邱局長報告我國科技情報工作之現況與未來策進之作法並被質詢 本次的報告全程秘密 報告後我們就接續巡答 巡答先秘密後公開時間並計 本會委員6加2分鐘 非本會委員4分鐘 10點30分鐘發言登記截止 如果有臨時的提案 請於10點30分鐘前提出11點處理 現在我們就開始進行秘密業務的報告 請議事人員清場 一次警察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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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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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報,那要去做這個收集,情收跟研修對不對? 對,理論上,原則上應該是這樣 它會延伸出來變收入的情報 所以我想這個跟局長來討論一下,也是最近有蠻多人在關心 其實過去這幾年也都很多人在關心,那到這個大同公司 那到六月底的時候要召開的股東會,關係到經營權是不是意囑 那其中其實一直被受關注,當然是包括這個市長派的三元建設的董事長王光祥的資金 那過去當然是被質疑說跟中國知名的地產商任國龍有關係 那不知道局長對於這個相關的情報的掌握是怎麼樣? 我跟委員報告,我們平常對於外來的資訊我們會掌握 但有一些國內的,自己的不是我們要去聽就聽的 但從整個案件在看當中我們也發覺 發覺疑點以後,我們不會直接就撤入 我們一定會先問一下相關的部會 這個資訊如果是民間 那麼而且是我們公務門並沒有很介入 我們就算要進一步的爭執 也要經過一定程序,要經過法官程序 因為為什麼我會特別拿這個案子來問 是因為其實在媒體上面有看到一個相關報導 我先跟您說明一下 就是金管會其實在去年一月的時候就認定任國龍跟龍峰國際透過他人的名義 違法繞到投資大同公司18%的持股 所以要求處分 去年中的時候就已經金管會證實這個18%已經都處分了 但是在他出清股份以後 隨即就有兩大外資投資專戶吃下將近15%的股份 所以被懷疑是左手換右手 那我會特別在這邊問局長 是因為這個事情除了這個權責單位在追以外 當然這個有媒體報導說國安單位有所掌握 所以我想特別在這邊問的原因就是 不知道局長這邊你們的掌握的狀況是 我跟委員報告 這些狀況我們會掌握 但我跟委員講過 萬一別的部會 他們如果召開這方面研討會的時候 也會邀請我們去 我們去參與了以後 我們會提供我們所掌握到的訊息 提供給他 因為我想這個權責單位當然會去追查 但是我們看到的一些輿論上面的說明 有資料是說其實是國安單位有掌握 所以這邊我們當然會非常的希望說 這個跟權責單位 因為國安單位可以掌握資料跟做的勤收 的這個嚴密性當然跟一般的權責單位可能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局長當然這邊可能也不用我多講 就是說為什麼很多人會關心大同公司的這個經營狀況 因為他除了是家電以外 他其實有做電子系統這些 這方面的產品 而且他這方面的產品其實包了很多台灣 我們現在各級政府的這個相關的案子 就不用講總統府的案子啦 立法院的這些資料啦 司法院的資料等等 其實到國防部裡面包括這個 專責勤收的電展室的這個全軍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還有戰區管理資訊系統等等這些機密資料 其實這些都是這個大同公司他承包的承接的這些業務 所以我想這也是回應到剛才我剛剛講這個請公法第七條 為什麼我們把這個現在民間企業商業的這個商業間諜也列入可能會影響國安的原因 因為其實現在商業很多他跟我們的政府這個國安的相關的資訊的這個連結 乃至於他承包相關的工作都會有必須要跟嚴謹對待的地方 所以我在這邊想進一步問局長就是說 目前跟全責機關包括經濟部這個經管會這些的橫向的聯繫 有沒有即時性的聯繫 因為我想如同我剛剛講的有一些資訊的掌握恐怕是國安單位會比這個一般的權責單位行政單位還要清楚 那所以這個即時性的聯繫怎麼樣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我從到局聯服務以後我每天早上有個會議 這個會議就把當天或昨天的狀況做說明 這個以外不代表假如早上開完會的資訊出去就不管了 這個當中白天可能有些即時啊 陳龍高委員所問的 這我們同步的就會給相關的部會 所以在這方面的合作無間是必然要有的 因為現在這些方面的危害啊 陳龍高委員也有講到 不光完全公務門 以民間單位影響到公務門的話 就會造成全國有關的單位或者人員啊 都會有這個危害 所以說我們絕對要持續 我想再進一步請教就是說局長 在針對我們剛剛講這勤工法第七條 現在把商業間諜 乃至於說民間企業影響到國安的這個部分 也是成為我們在勤收工作上面的內容嘛 那但是其實國安局的能量有限啊 我們不可能對全台灣的這些所有的企業全部做勤收嘛 這也不可能啦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局長這邊 對於現在這些民間企業做的這個國安層級的這個分類 是不是 是用分類的方法來去做這個影響的評估 那去做勤收的這個必要性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所以最後我跟委託 我請我們業管的副長跟民主副長說明 報委員 因為就是你剛才講這種商業這種東西 有些是屬於公司之間啦 但我們現在比較重視就是說 中共對我們的商業的竊密 特別是現在對於高科技的竊密 現在中共是比較嚴重的 那這部分我們有統合各國安單位啊 在這方面我們把它列為我們的勤收重點 這部分我們都會逐漸的來做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類似剛剛我們前面稍微有聊到 我想這應該不是機密啦 就是以跳板 或是說以他們會運用的這個設施 或是運用的這一些這個可能的原件 怎麼樣來侵入我們 他們侵入我們的不管是政府層級還是民間層級 我們就是一併來去對他們這個偵查 那看他們是竊取我們民間的資訊 還是政府的資訊嘛對不對 但是我剛才問的這一塊就是說 如果他是直接進入到民間企業裡面 可能影響了某一些民間企業 那如同我們所得知的一些消息 可能國安層級有得到一些勤收 有得到一些勤資的話 這些我想應該還是我們要做民間企業 影響國安層級的一個分類啦 也就是說哪一些企業我們必須要對他們做更嚴謹的這個觀察 因為可能因為他包了更多台灣的這些各層級政府部門的這些業務 可能是因為他涉及的這些業務跟我們的國安都有關係 所以我想對於這些民間企業的一個分級 那以及我們應該做怎麼樣的勤收 應該是要來做一個分類 那最後我想問的就是說 預算跟編組上面 我們現在有辦法因應這個第七條所新增的這個負荷嗎 我各位委託 我們在逐步的強化 所以這預算也是針對我們所需要的來逐次編列的 那麼哪怕就講一年他做不完 我們接著要往下做 所以有一些案件的這個投資啊 預算編列 他算有一筆大宗 但我也會逐年來做檢討 那委員剛剛關切的幾個問題 我們都一直持續要注意 像剛才講分類的問題 目前我們就把它放在高科技、精力、工業 這一方面我們目前一定要掌握 我想下個會期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我還是會希望說可以看到這一塊 我們有足夠的能量來做這件事 因為這個大概是全世界現在的一個趨勢 這個只是針對對於這個國家政府機關的這個部分的勤收 以及這個作戰 其實應該算是資訊戰的部分 以及我們自己治安的部分的工作 那我想對於我們怎麼樣去掌握我們的民間企業 他跟國安有關係 但是他可能也會被滲透的這一些 我們自己要有能量來去做這個部分的勤收 以及這個延期 那以及相關的對應的工作都應該要做 謝謝局長 謝謝委員 請羅智政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請邱局長 請邱局長 請邱局長 周委員好 居長長 剛才你的經濟報提到很多未來面臨的挑戰 那這一塊的確涉及到 未來在整個的軟硬體上 怎麼來協助國安局強化這方面的一個準備 那我也同意就是說 改天可能有必要去現場實際再考察一下 了解 現在我們的這些硬體設備 能不能跟得上對岸的發展 還有整個 資訊科技的一個進步 這一部分 我本席也建議就主席可以安排個相關的考察 好 現在回到最近的一些重要局勢 那個局長 520是總統第二任的就職 521中國政協開會 521人大開會 這個時間點的選擇 對岸 520是我們自己固定的了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他在520之後 他本來就是這個政協跟人道每一面都開的 大概都是3月 3月嘛 追回一個疫情 我想Dala也剛好搭到這個 剛好這個節點 所以很多狀況的發生會讓人家去深入了解的 一定是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就我們來看的話 各種可能都有 那你覺得有沒有針對性或者說特殊的考量 是因為520之後 他們召開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人大跟政協會 我不能講特定考量 但他會利用這個時候 把我們520總統就職以後 就職前後這個狀況 放到他們要 這就是我要問的一個問題 以前是3月他們開會 對對兩岸政策定調 然後我們來回應 沒錯吧 因為520是來回應 他們3月份人大這個報告裡面的定調 現在反過來了 520我們先做了一個就職演說 可能針對兩岸議題有些表態 然後他們有 221尤其人大會議裡面 開始針對我們的 520的兩岸定調做一些回應 這個 研判 會不會造成我們在未來兩岸政策定對上 有更多的這個壓力 所以 事實上 不光是他在兩會 在我們520總統就職前後 跟委員會 我也很清楚 他對我們的壓力從來沒有放鬆過 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沒有放鬆過 所以假如說會增加壓力 那就看 這個 不管總統就職前有所講的 等於他打分數嘛 你先 你先就職演說 然後接下來我給你打分數 也姑且他稱之為他們 是有這個壓力存在嗎 他們也來評估 對吧 因為以前3月 但每次就職演說完 他們很快就會一些回應了 但是至少以前是3月份 他們做了報告 然後我們針對他們的一個情勢研判 然後來做一些在就職演說的回應 現在剛好反過來 是 OK好 那個 最近有個報告 這個媒體講的路透社的報告 就是說中國現在國際關係研究所 提到了 他們對中國高層 提了一個所謂的情勢的言行 提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 全球反中的情緒 在這個新冠疫情的情況之下 是創造了 達到了天安門事件以來最高 對有這個報告 那第二個是說 美中之間 不能排除未來可能兵戎相見 先問局長 有沒有這個報告 就你們掌握 有沒有這個報告 我聽過這報告 我也看過這篇論述 沒有 有沒有這份報告 你們的研判 我認為他很多智庫 我給個人報告 再講這一篇 我們平常有很多他們的智庫 不是不是 我就講明確的 路透社講了這份中國現在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報告 這應該不涉及到情報來源吧 有沒有這份報告 這我們是從媒體上看到的 我也是從媒體看到的 沒錯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掌握這份報告 平常他有很多智庫的論述 也有相當 那你覺得路透社這個報告來源是指什麼 是某一篇報告還是綜合很多報告的結論 應該綜合很多報告的結論 所以沒有所謂一份報告這個東西 是這樣子嗎 如果一過兩天這個報告跑出來呢 這因為 我們也在實際注意啊 那有沒有報告 我是 也是從媒體上看的 那 局長如果你不換你公開講 你就不換你公開講 這個 如果你從媒體方面跟我看到是一樣啊 對 但是所以 局長我不認為這份報告有沒有涉及到 我們會不會暴露情報來源的問題 對 我知道 因為這份報告如果是智庫的報告理論上來講 路透社都可以取得 我也可以看到 所以說到底有沒有這份報告 然後接下來那個報告的訊息是什麼 這兩個層次不一樣嘛 那我不認為 因為 我把路透社那個全文看清楚 它並不是綜合那麼多報告 然後得到這個結論 而是有一份中國現在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報告 內部的機密報告送給他們的所謂乘峰或是高層 然後得到這兩個結論 所以局長還是不知道有沒有這份報告 我是沒有看到 但我知道 委員剛剛講這種狀況 有很多 他一個字幕研究出來有就一篇 那這一篇當中的一部分 我們這樣 那我不談這份報告 有沒有這兩個訊息 在你們綜合裡面有沒有這兩個訊息 有有有 第一個 就是所謂天安門事件來這樣的反中局勢 這現在是最高的 有 然後第二個 全球反中的高點之下 美中不排除 可能未來會有武力相向 有這個結論嗎 會有這樣的一個分析嗎 對啊 有其他的字幕也講過這些話 也有 OK 好 那我們就來研修最近亞太的局勢 有沒有一些值得我們觀察的地方 就你們科技情報的部分 我先不談人為情報 國際評價的部分 最近在整個區域 有沒有異常的軍事的行動或動作 部隊的以防 或是比較易於往場的 有沒有 這個目前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東北亞有沒有 朝鮮半島 對疫情後的 有一些訓練恢復而已 沒有大的這些演訓 包括美軍啊 包括這個朝鮮半島 日本等等 基本上都是恢復過去 疫情之前 對 該有的軍事的行動 對 現在慢慢都在恢復當中 所以目前並沒有異常的情況 沒有什麼大的 但是的確有些動作是加大了 平均也增高了 有吧 這個是有的 包括南海嘛 但是並沒有脫離過去長久以來 比較經常性的 一些軍事朝鮮行動 可能他的平式增交了 或者兵力 OK 但是沒有異常的 你所謂沒有異常的 沒有什麼特別 包括大規模的部隊調動等等 目前 朝鮮半島有沒有 也沒有 北韓有沒有 沒有 沒有吧 所以就涉及到 局長 這我不會再問你了 就是說 競爭日的這個問題 理由很簡單 我想國安局一定有指標 先不談 他個人情況怎麼樣 一定有一些指標來判斷 大規模的這個移動等等 這個東西是指標嘛 甚至有沒有一些人逃離了北韓 等等 這應該是指標吧 不是只看這個人身體狀況怎麼樣 然後臉色有沒有發白 這個不是那個指標啦 沒錯吧 沒有錯 坦白講啦 我認為啦 沒有錯 金正是敢放這個照片出來 這個影片出來 他就不怕人家檢驗 沒錯吧 全世界的情報當然都在看啦 對啊 我當然不是推論出來人好好的啦 但是我是幫局長講說 他 我也不認為他就掛掉了啦 對 還能夠把這樣的一個錄影片 或照片 給全世界檢驗 而且 很多情報單位 比我們 一般名人更強 去研判 包括他走路的樣子 臉形有沒有變 臉上有沒有痣 牙齒有沒有縫 這全世界都在看啦 他等於攤給你看 拓光給你看 表示他有他一定的自信喔 沒錯吧 我們認為是有可能的 我知道啦 我現在只是讓局長就是說 你們研判的指標 絕對比我們要強啦 不是我們名人看報紙 看輿論可以這樣做判斷的 我要花一點點時間 跟委員說報告 我們情報也是需要 我特別有跟記者同事講 不是非題 他要研判 那研判怎麼來 針對征後 對沒有錯 我們就把六 可能 這是可能 這是指標嘛 對 你叫針後我叫指標嘛 所以剛剛委員講的 這也是可能 但我們不能講 還沒有研究出一個 有具體的試證 我們不可以去對 所以我才講嘛 針後跟指標 大家可能都會掌握到 現在是看誰研判的能力啊 所以上禮拜講 研判是一個選擇題 是一個深論題啊 不完全是適配題 這我完全同意 是啊 百分之百的比例跟 零跟一的選擇不是的 局長最後問一個問題 是 Zoom到底有沒有問題 視訊會議這個軟體 它只是一個glitch 就是說有些漏洞被抓到 然後可能透過中國伺服器 還這個 這個Zoom本身有問題 那個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謝謝報委員 那個 很多的資安公司的報導 都有講 講述它存在一些 這個 呃 城市上面的漏洞 這個是很正常 因為一般的軟體 本來就會有這些 那為什麼我們要進 報委員 那當然它有造成一些 資安的下系 可以讓這個 中國的server 對 派客可以進入 但是你剛才講 很多軟體都有啊 我問一下 那個MIT有沒有 有沒有glitch 有沒有漏洞 報委員 Teams有沒有 我們沒辦法評論個別的軟體 我知道 我現在講就是說 我不是幫助你講 我現在講就是說 Zoom的問題是 有系統的 透過這樣的軟體 還是資訊讓中國取得 還是它有漏洞 這意義是不太一樣 沒錯吧 是因為我們依照 中共的國家情報工作法 在它境內的所有的公司 跟個人 它其實是有這個協助 情報工作的義務的 對沒有錯吧 所以我們現在講 以後我們對這所有軟體公司的 這些問題 我們要主動去了解 我不曉得 Zoom的問題是你們自己發現 還是國際媒體報導之後 我們開始做一些 可能因應 如果你們早發現 你們就紅了 全世界都知道 台灣第一個先發現 Zoom本身有漏洞 那這個漏洞 可能有部分東西 流到中國的server 沒錯吧 還是你們也是看到 國際媒體的報導 才知道 原來有漏洞 趕快通知所有的單位 你們是怎麼樣 我們是有一些自己的研究 但我們是跟行政院資安處 來互相分享 對我現在比較大的遺憾是說 我們不是全世界第一個 發現Zoom有這個漏洞的 好如果有的話 謝謝 這個結果就不太一樣 好啦謝謝 謝謝委員 請江啟臣委員 謝謝趙偉 歡迎趙偉 邀請我們的局長 邱局長請 江啟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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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你請教 關於路透社 報導 這個 中國國安部的智庫 他們研判的中美關係 是不是 天安門以來 這個 反中情緒上面 最高的 甚至呢 北京要有最壞的打算 就是美中的武裝衝突 做準備 所以 延續這個問題 你剛剛也提到說 你剛剛並沒有明確的 回答 但我覺得 關鍵不是在 這些報導 怎麼報導 媒體嘛 他有太多的 資訊來源 他要怎麼報導 我想 背後資訊來 我們也不清楚 但是 今天你們是國安局 你是情報頭子 你後面有一堆人 幫你做情勢的演判 我想請教局長的是 未來六個月 美中關係最關鍵的變數是什麼 影響美中關係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未來六個月 原本有美中貿易談判 因為疫情的緣故 才能到後面一個偵訊 要不要索賠等等 這一連賽所造成的 最後 歸納到一個經濟的問題 當然什麼 經濟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經濟的什麼問題 經濟的越 因為這跟我們影響很大 你如果講到經濟的話 那勢必也影響到我們 除了軍事之外 還有經濟嘛 那經濟你認為 你怎麼研判美中之間 未來經濟的發展 這個牽扯到產業鏈 以及它所生產的這個位置 以及中共利用這個 所以想要自己也要有些能力 在高科技方面 產業鏈的問題 對 高科技的問題 高科技從國外的 他移到他們那邊去 在國外做的 這些人員一回到大陸 他希望這個科技也帶回去 那同樣的 那各國也就對這個 也就會有所保留 一定要掌握 未來六個月 因為對美國來講 還有關鍵性的因素 叫美國總統的選舉 你認為它會不會影響 會 會嘛 所以其實有諸多的因素 但是裡面有一些關鍵的變數 你剛剛所提到的 當然疫情 當然原本的美中貿易戰 還有衍生出來的科技 軍事的對峙 美國總統的大選 這些都在在會影響 未來六個月的美中關係 可是未來六個月的美中關係的變化 也勢必影響到台灣 因為美中台三邊關係是相互聯動的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局長 在這些變數的狀況底下 你認為發生軍事衝突的舉例高不高 我只能跟委員報告一樣的話 都有可能 你不能講 我沒辦法講這最可能或多大可能 因為這都是它的行動方案之一 它對我們只要產生壓力的 有可能這是一個很籠統的答案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 有這些軍事衝突的可能 尤其在這種相當對峙的狀況底下 但是也有人提到說 可能會有一些摩擦 但是以美中現在的情勢來看的話 比較有可能的是 新冷戰的開始 特別是這個疫情過後 那什麼叫新冷戰 那這個是美國 這個前白宮的貿易談判代表他所講的啦 可是也不只他一個人講喔 包括其他的這些智庫也有提到 就是美中關係來到近五十年來低點 可是因為雙方可能都沒有辦法 負擔龐大的軍事衝突的代價 所以新的冷戰 有可能自此開始 你認為咧 有可能嗎 因為既然已經冷戰了嘛 他自然有很多作為 要表現出自己對這一方面 有強點不在乎 那如果有這個新冷戰的可能的話 他最具體的表徵 會表現在什麼方向上面 因為二次大戰後 韓戰之後 的這個美蘇的冷戰 那是第一波的 那我們這個新的冷戰未來 不是發生在美蘇 是可能發生在美中 對不對 那你認為他呈現的方式是什麼 有多數 第一個軍事方面 譬如說南海的問題 南海的問題 美方一直要要求自由航行 但中共就一直有眾多 這也是一個冷戰的一個起點 另外經濟方面 你越要他輸入什麼 他就越不願意輸出哪些東西 這也就造成一個冷戰的一個效果了 所以軍事上面 當然有可能他們會有 零星的一些摩擦 但是有可能變成代理人 代理人 這在舊冷戰時期 代理人戰爭是常發生的 那如果新的冷戰是在美中之間的話 你認為代理人最有可能是誰 我不瞭解 剛剛委員講的 代理人 代理人戰爭 就他不是本尊出來打 他是代理人 呃 台灣會不會是代理人 台灣應該不會 台灣我們 這個 除了代理人戰爭 我們其實在冷戰的裡面 最常出現的 當然還包括貿易 經濟戰 以前的話是雙方都是 禁止一些貿易的往來 但是衍生到今天還有一個科技管制的問題 所以除了貿易戰之外 科技管制 軍備競賽 這些都是冷戰很重要的特徵 但其實我們現在也慢慢看得出來 有這樣的端倪啦 貿易戰已經在進行了 軍備競賽 某種程度上 美中之間的這個 軍備上面量體的 本來從懸殊的差距 到現在越來越靠近 科技的管制 尤其在網路時代 這些重要的高科技的管制 似乎也越來越頻繁 特別是從美國的角度 所以在這種 這種因素的影響之下 你認為 台灣可能因此受到影響的程度 會以哪方面最嚴重 任何他們發生的衝突 或者商澳 或者互相較勁 對我們台灣來講都是影響 不管從軍事 從經濟 科技 我們該做什麼樣的準備 你剛剛說 對我們都會有影響 對 因為我們第一個依賴國外的市場 我們也必須仰賴一些高科技 我們甚至是一些高科技的輸出端 進口端、輸端都有 那如果在未來這樣的環境 新冷戰的環境底下 我們到底該做什麼樣的準備 對啦 我認為就講 不管任何狀況 我們國家要趨力 要避害 趨力避害 對 要趨力避害 那避害主要是避什麼 避害就不要去角度這個紛爭 不要捲入紛爭 對不要捲進去 那你怎麼樣不捲入呢 因為我們強化我們自己防衛能力 或者我們自己經濟方面有所呈現 還有在科技方面有所大的一個進展 甚至醫療方面有所貢獻 這都是我們一個 所以就是強化自主能力 對 對方面強化自主能力 不捲入別人的紛爭 不能捲入 不能捲入 你有做這樣的建議嗎 我們每次在會議當中 我們會把當選狀況都做個表達 好 為什麼我會特別提出來 因為我剛剛提到 為什麼問你未來六個月 未來六個月的確是亞太情勢轉變很重要的關鍵 這些因素只要一被觸動 或者是強化的話 我剛剛講的那一種對決對立的態勢 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 那台灣在這當中你剛剛騎得很好 就不要捲入 那不要捲入我們要做準備 否則你有可能就被動的捲入 或不小心被捲入 所以我希望國安局你們應該把這些研判做好分析 給高層去做準備跟參考 尤其最近 除了美國的軍艦 它強調自由航行在南海這樣出入 然後中國大陸跟越南之間的這些衝突 它其實已經繳在裡面了 那這幾天美國的轟炸機 也速度在台海周邊出現 五月一號四號六號三度有B1B的轟炸機 這個已經也不同以往只是有軍艦而已 那甚至啊 這個國防部長 美國的國防部長 他也發出一些訊號出來 他甚至講說 我想和美國人民跟盟友保證 美軍隨時做好準備阻止一切威脅 維護我們在境外的權力 境外只是南海 當然延伸過來就是台海 對 所以這樣子的訊息 丟出來 你認為 在520的前夕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嗎 因為美國跟中國之間的較勁 所以各個利用當時的環境 不同的階段狀況 都會放話 放話 對 所以你認為是在放話的階段 不是說放話 它也是一個告示 警示警訊 就警告 在520前的一個警告 那當然 中共這方面當然也是一樣 你剛剛講放話 那它也放話 對 他們 最近他們的將領 其中一位 當然也不只一位 好多人其實他們陸陸續 針對這個美中之間對峙的狀況 都做了一些所謂的放話 甚至有提到說 眼下的台灣情勢 文統無旺 只能武統 但是台灣問題並非 陸台兩家的內部事務 美國明擺著要插手其間 而且 美國也有這個實力 所以他認為說 要先處理美中之間 先把美國處理掉了 才來處理台灣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美中之間衝突是有可能的 他這個論述 據我了解 剛剛委員講這篇文章 就當初寫這個超限戰的一個作者 他有這個論述 但我們說到資料講到 這篇論述 也在他們當中有討論過 但會成一個定 這樣齁 整個大環境是這樣子 而且你也提到這兩牆都在放話 台灣在當中 我們要不要有我們自己的立場宣示 你剛才講的 不要捲入 不要被怎麼樣牽扯 那我們的立場要不要做好宣示 你要不要建議高層 面對這樣的情勢 美中之間對立這麼高漲 甚至有人講是天安門事件以來 最高的 甚至有可能觸發新的冷戰 台灣在當中 你要不要做一個立場的宣示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做相關的研判 跟給一些建議給高層吧 尤其520要到了 適當的講話是必須的 怎麼樣呼籲區域安全的一個和平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請問一下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邱局長 請邱局長 國務委員好 局長好 我們最近那個中有傳出 害某些企業傳出被惡意的攻擊 城市攻擊 那國安局表示的攻擊來源是包括俄羅斯和中國 那不排除是 真的520總統蔡英文要就職前的一個測試性的攻擊 那國安團隊和資安部門呢 全面的提高警戒 請問 我們能確定中有這個攻擊的 是 確實是大陸和蘇俄嗎 和俄國嗎 我剛好就利用作主跟委員報一下 我已經沒有講是哪個國家 但我們就表達就是境外 害群啊 境外 有組織的 那我們也來追 那剛才在我們夜晚 也跟我提到這些事情 要追蹤它來源啊 不見得很容易的 不是很確定 對 但它都有可能 境外的也好 國內也罷 這我並沒有一個定義 就是某 但有些爭後 他們可能就要報章媒體去 有可能 這我國安局沒有講過 國安局 那我再請問一下 之前的台大醫院也是被害 那可是那是之前的 那國安局是表示大陸 是不是確定 那時候有這樣講過 之前台大醫院也有被害客害親過 是 報委員那是去年的案子 對 之前 我說是之前 那 本局應該沒有對外直接做這樣的評論 好 不是中國的害客嗎 那我們好 那我們總統府也被害過 是不是 那是我們自己人對不對 總統府 總統府的 之前 是 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是由警調機關在查辦 這個部分我們不方便做評論 所以說我們這個網路的資訊呢 是沒有辦法一次公開的 還是說我們要慢慢的把它 因為有些進入司法警察官 他在做偵辦 而且他有立案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沒有辦法在公開場合 跟委員做這個部分的討論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加強我們的科技能力啊 和自然人才啊 你們是應該要加強 這跟委員報告這是必然的喔 所以說尤其是通知方面 這個科技是與實力俱進的 就是今年做的 明年可能就只要強化 所以我們為什麼在這一方面 一定要逐步一直要投資進去 要強化 所以我們已經有那個預算了 是的 必要的作為 那我再請問一下喔 那個全國繳匯網 爆出重大的資安漏洞 只要我掌握身份證號碼 和銀行帳號 那他就可以冒零 那我想請問一下您的看法 我知道講這種侵入 我剛才跟我講是不停的 那這個案子在金管會 他們已經有告訴各個金管單位 要強化 然後 如果邀請的檢調單位 他們會深入去調查的 所以說這個ID啊 數位身份證喔 不是更危險了嗎 我們要十月份就要開始發行了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 對每個國人來講 這個等於說是 曝露在這個危險之中 是不是 那我們有沒有給建議啊 我知道這個是內政部的事情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要跟立一個法 是怎樣 不然這個每一個國人都會 岌岌可危啊 因為這個ID 包括十六項 全部都在一手操控裡面 只有他掌握我們的ID的話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沒有什麼秘密啊 包括我們的銀行存者 包括什麼都 都會被 被冒用被盜領 據有了解 內政部也有做一個表達 他們好像這個 植入的這個資料 也會爭取當事人的這個意見 來做一個決定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要換 他這樣講的 但剛才委員提到的 相關的狀況跟建議啊 我們也會利用這個 每日的 因為這樣子是不是 如果發行這個 是不是觸犯到個人的隱私權啊 這個我會特別提醒 有給建議嘛 因為說 政府便民的服務 本人也是非常同意 本協助非常同意 這個ID化很便民 但是呢 相同的 危險也就在身邊 所以我們想說 這個局長呢 有給一些建議給內政部 是應該的 好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等一下在陳以信委員 質詢完畢 我們休息五分鐘 現在請陳柏惟委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邀請國安局 邱局長 請邱局長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陳柏惟委員 你好 中國共產黨政府 他們是一個非常 注重宣傳的這個政府 而且從過去國共內戰 在中華民國史觀裡面 它就一直不斷的透過這種文宣也好 心戰行話也好 來試圖在內戰的時候取得勝機 那現在呢我們也知道在美中貿易戰的過程 其實它已經變成一個全球化的事情 所以它的宣傳就不只是對台的宣傳 變成是大外宣,對世界的宣傳 其中呢他們又很喜歡用一些地動山搖啦 以異謀獨啦,這個井底之蛙啦 所以呢在我看來啊 共產黨他們很喜歡這種叫做相聲治國 就是用三巨聯、四巨聯 然後來做他們的國家政策的擬定跟治理 當然運氣好,成功了,它就成為一個計劃 運氣不好,它就當作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每年,我想這個很有創意的句子 比它實際上做出來的事情要多很多 那其中有一個東西我特別在意喔 因為它跟台灣的國策跟根基會有直接的影響 它這四個字叫做彎道超車 請問國安局長你對彎道超車這四個字的理解 它是在哪一個方面跟它做了什麼事情 我先跟委員報一下 剛才那個委員已經點出來 中共做宣傳的本領是很高明的 但我也發現它就有一個特點嘛 它這話一講出來以後 簡單惡藥,不管什麼成績 已經就懂了 對,沒有錯 那這位剛剛委員講這個好像有關彎道方面的話 是 那我看是 沒問題來 有沒有 請 先一步 不然委員說這應該是假訊息啊 好,彎道超車不是假訊息 蛤? 您講的彎道超車 那可能有假訊息啦 不過我 我這邊收集到的資料 它彎道超車針對的是科技發展 產業發展跟智慧財產權的發展 意思就是說 類似以前我們說百年銳於千載 他們希望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能夠在這個彎道上超越歐美的車 是,車是吧 竊取 OK 有想講的就講 竊取訊息 可是呢 他們這個彎道超車的手段並不高明喔 2001年加入WTO之後 美國希望用經濟來扶植這個中國的成長 藉此他們民族化 這個事情徹徹第一的失敗 是因為中國並沒有契約精神 沒有契約精神的情況之下 他們沒有辦法 用對等的貿易 或者是這個公平的方式 來取得他們需要的技術跟資訊 所以他們就用了一件事情 好 類似剛剛講的三步走 叫求搶偷 我拜託你來 或者是我搶你的工廠 搶你的百貨公司 最後是我偷你的資訊 偷你的智慧財產權 在求搶偷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經過幾個 我們台灣也因此受到波及好幾個案例喔 包含去年 2018年 這個 福建的叫什麼公司 福建進華跟台灣的聯電共謀竊密 被這個美國列入管控 然後還有提供美光公司的這個 還有美商美光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這個中國科技巨頭華為 跟這個迅微科技的關係 台灣其實在中國的彎道超車政策計畫裡面 一直不斷的受到波及 請問國安局最近 對科技產業或是經濟發展相關 有沒有掌握到中國持續做商業間諜 跟這個商業機密的竊取 這跟委員報告啊 他持續不斷的 像剛剛委員講這種彎道超車啊 這種訊息也就是他想利用這個時候 啊 謀取他在經濟方面一些利益 或科技方面 他以前所不能預期的 就拿最近的例子來講 這個這個新冠肺炎疫情 這個發展當中 各國雖然跟他有一些 在大陸工廠要撤走或要幹什麼 或者呢從國外啊 被人家趕回到中國大陸 對他講這也是個機會啊 他說你要回來以後 你把當初在國外那個高科技的資料帶回來 所以中共在這一方面他會 原本不利的 他想辦法讓他變成有利 好我們應該要掌握這類的情質嘛 這是我們的工作嘛 但是呢剛剛 剛剛這個是大方向原則性的 不過我接下來要講一些比較具體的 他現在2020年呢 因為歐美包含俄羅斯對中國的不信任 所以中國幹了一件事情 他跑去跟烏克蘭要發動機 他跑去南海跟台灣要電子科技 在台灣的話當然就是半導體的產業 那我們知道他針對著這些產業 但還不知道目前還沒有辦法掌握 他到底應該說民間還沒有辦法掌握 可是呢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中國他可以用國家隊的資金 但是用私人企業的這個人頭公司 來併購或者是怎麼樣的跟我們台灣的產業合作 但是呢因為台灣的產業又是民營的公司 他掌握的科技或掌握的這個核心技術 卻又是國家給他們某種程度的特許 不管是半導體也好 或者是經過政府發展政策來培植的產業 如果就這樣子被他們的所謂民間交流 或是經濟交流綁架走的話 其實是對國家國力的傷害 我特別要提到在去年 關這個反滲透法通過之後 我們有沒有具體正在調查中的事件 我們不用說有幾件 但有沒有具體正在調查中的 有 所以我就跟委員舉個例子 好 所以主要有關大型的投資 不管是民間企業 只要有外面的資源 資金要進來的話 我們都會開一個會 要了解這個資金來源 有沒有入資 如果有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作為的 這是一個各部會 跨各部會的一個會議 不只是入資 他後面可能這個更進步的 有中國黨政軍的系統或合作關係 不過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 在我們去調查這一些 因為從往例來看 他從2016年開始幾乎是連續不間斷性的 他幾乎是 而且不只是在台灣 所以我要問的事情是我們有沒有 正在啟動調查的事件 包含發動監聽 包含這個 我們定期或不定期的去巡查的案件 有或沒有就好 有一些個案是有的 有一些個案有 除了反送任務法之外 我們在勤工法第18條也有出現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有計畫的 並且有案件的 我們那另外我們有沒有發動所謂的國安監聽 監聽要有一個程序 我知道 要有程序 所以目前沒有 不管有沒有 我們還要按照程序來 好我了解 我特別要講這些事情是因為 在美中貿易上的過程 全世界都在跟中國求場 那中國像我們上一次這個我們在對話中有聊到 只要中國內部出現問題 他就找外面的人麻煩 所以不只是軍事 在經濟 科技發展的上面 他也一定會開始找周邊國家麻煩 尤其是在這一些已經有不達線 這個不達 不線進去的國家裡面 這些人這個時候正適合開始騷動 所以當他們開始如果真的已經造成破壞的話 我想 後來再收拾一定會來不及 所以我希望說在這個時刻應該要更加強的 而且要知道 台灣某種程度是一個海島國家 它是商業起家的國家 它是透過商業能力來跟世界交朋友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被拔掉了怎麼樣的一個核心產業 或機民產業的話 對台灣的國力來講是非常重的傷害 不只是軍事的威脅 尤其是在這個產業的威脅裡面 我認為對台灣的影響會更加嚴重 尤其疫情這一波在經濟上的傷害 所以答應我們 這個過去這些如果有調查中 或者是怎麼樣的 可以跟我們一個報告 當然 你們覺得不該公布的東西就不用公開 但我想要知道的是 從反滲透法 增定第四條 以及情供法十八條之後 我們有利用這兩件事情 來抓到任何一件事情 或者是正在追蹤哪一些案件好嗎 是好的 我委員剛剛這個論述 之後後續的這個期間裡面 我們有沒有類似的調查期程 好我特別想要關心這件事情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委員 好謝謝陳委員 接著我們請呂玉玲 呂委員 謝謝主席 請邱局長 好我們請邱局長 因為現在最近我們的國際社會 最多的討論的地方 就是金正恩詐病的疑雲 針對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很多的 這個風波 外界也在猜測 是不是北韓 他自己可能借用這個機會 去細查這些披露出去的情報來源 來去了解我們國際社會對於情資網路的流動 怎麼樣流出去 誰告訴誰 來了解這個情資的一些源頭 是怎麼樣被披露出去的 局長 你認為有沒有這個可能 呃 我問委員報告 任何一個這個資料 就有什麼行動 這都是一個可能行動 那至於可能的 他這個機率有多大 這就要去靠去研判 他就有沒有什麼偵厚 他原本不出來 現在出來了 他這個偵厚 代表身體的無恙 他部隊沒有什麼大的動作 代表他大權一樣在掌握的 所以剛剛委員講這個 像目前目前 很多這種講法 是 假的 真的 對 我們 不變 智慧 但是我們把它列為可能 我們進一步來演習 面對這種 而語我詐 的情形 我們要小心 關注跟掌握 但是如果大陸有協助北韓的話 我們就要更加的注意 那 因為可能面臨了什麼危機 我們國安局就應該有什麼因應的措施吧 這一定的 這一定要要要要做的 是 所以現在 我們剛剛很多委員也有提到 關於中油跟台獸 遭害 這個網路的攻擊嘛 我們也得到說這個我們國安的官員 有在表示說 這個駭客最近 針對於基礎建設的系統 跟高科技的產業 展開這個攻擊 這個 攻擊的 這個來源 還是俄羅斯跟中國 是不是不排除 是520之前 總統 這個就職典禮前 對於這個攻擊 是做一個測試性的 一個網路 我先跟委員做兩點說明 第一個就關於國安單位 有做一個說明 我們國安局所發布出來的 沒有提到什麼 中共或俄羅斯 但我們有明確講 這是一個境外的一個組織 而且是有組織性的 這個剛剛委員就問到 講說有關於未來 就520前 我剛剛在外面 記者又問我同樣問題 我想中共對我們的動作 是沒有停的 在520之前 他張選出來什麼 一方面他遇到疫情 再一方面遇到兩會 在這一連串的事情 他會加大力度 甚至於延續下去 520前520後 所以動作不會減少 也會增加也會頻繁 募工午後都會來 但是我剛才講的 他對我們基礎建設 有沒有在攻擊 這個系統 我們有 有掌握嗎 我們就是要注意 有在攻擊我們的 這個基礎建設的系統 我們要掌握 有嗎 有沒有 這個報委員 我們是持續的在收報 那 你們整個收言的部分 有沒有得到這個訊息 我們當然看到他的網路 有嗎 比較全面 我們剛才的報告也有說 他的攻擊的層面 有擴大的趨勢 所以沒有掌握是 哪個系統被他攻擊了 我們掌握的都有通報 給行政院去做出 好 那你就不能說了 那但是 對於這些 我們網攻的這個 防疫的能力啊 是一直存在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要增強 哪一部分的一個措施 國安局也要增強的部分嗎 我們剛剛講的在這個報告 當中有講到 各項的投資強化 人員的訓練 用科技方面 科技還有人員的培訓 以及這個擴大層面 是 都是要強化的 要強化 都要強化 但是 本席在這邊 聽了早上 局長的報告裡面 很多說 我是看到媒體 看到新聞 才知道 我希望我的國安局 是要超前部署的 是要了解各方面 國際上的流向的一些情資 我們都有交換的對象啊 一直長年來都有交流互動的啊 美國啊 日本啊 那不應該 看報紙 來做徵收 照報紙有登錄出來的 你要去證實 是假消息 還是假新聞 這是我們國安局 要去證實 要去面對這個危機來處理的 所以我也想請問 尤其是 在4月18號 這個英國明星足球啊 這個大衛這個貝克漢 發布了一篇那個臉書的貼文 他向台灣問好 也稱台灣人是家人 向台灣請教在 加防疫的 要可以做哪些工作 這個訊息出來 我們大家在看 為什麼 國際的網路上 看不到 只有在 台灣的這個 IP的網路上 才看得到 那所以說 在台大 這個新聞所這個教授啊 劉 劉豪迪這個教授啊 他特別是在 泰國的這個網路 這個區域 觀看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擔心 國安局 你們有沒有瞭解 這個是 被贊助出來的 宣揚台灣的好 還是說 他們 有可能的情形 是 去 讓我們台灣 在這個區域上 我們自己的 一個 大內宣 為什麼 國際上看不到 台灣如果真的那麼好 我們要讓 國際上 大家都看到嗎 你們有沒有掌握到 我跟委員報了兩個 同樣 剛我一開始講 我剛好很多答案 好像媒體上看到 我才知道 那太 低估我們 國安局了 事實上 我現在從幾次的這個 不管是媒體 或委員質問以後啊 資訊以後 我的雜訃 可能會造成一個波動 我擔憂這個 那我曾經也講過 我們國安局 支持國家安全 社會安定 民心安穩 但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原則 是安安靜靜在做 我很擔憂我們國安局 因為某個動作 造成一個大家沸沸揚揚 反正就變不安了 所以這個 我特別跟委員要做報告 這個有關於這個貝克漢 這個話 據我們了解 他說的一個小編 在宣傳某一樣東西 把它帶出來的 它並沒有影響到 我們整個大家 好像情緒亢奮 民心浮動啊 所以我們就掌握 就看 持續在看 如果還有什麼動作 但一看這個以後 就會跟相關的部會 會告知 要有這個樣東西 這個我特別跟委員報 因為最近很多 因為520 總統就職典禮前 很多動作頻繁 網路戰啊 或者測試的攻擊 通通都會有 所以國安局 你必須要掌握 就包括像這個 論的這個系統啊 它有中文版的 跟英文版的 在英文版的話 就介紹這個軟體 可是在中文版的話 他就說這個 視訊的軟體有危險 也包括美國 新加坡 在教育局方面 都呼籲學校 要停用這個軟體的設施 這些 都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 那我們台灣 也有在用這個軟體 是不是 是 沒有 行政院已經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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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已經禁止了嘛 這個一些疑慮等等 會不會是說 他們可能啊 是在 養套殺 把台灣先捧到高高的 之後 來用毀滅 台灣的形象 這一點 我們國安局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有幸人士 在做一個操作 嗯 我跟委員報 剛剛我們講了 各種的可能 我們都會列進去 但我們就要查證 他一定要一些徵後 我們來支持這個可能 所以在這個 我們查證當中 我們這些工作我要跟委員保證的 國安局不是一個 假如 完全看訊息 來辦事情一個單位 有很多的訊息 都我們已經知道了 但我們沒有講 所以這個千萬不要誤會講 哦 報告上等於我們還不知道 沒有不知道的 因為我們 要知道 還要查證 還要澄清 一定的 是 才安定國人的信心嘛 是是是 那 針對 局長 還是要再問一下 在2019年的11月的時候 有一個自稱中國人民 解放軍的這個間諜 王立強 向澳洲政府來投誠 他也指控 向欣夫婦 他們是解放軍在台灣的間諜 在同一個時間 向欣夫婦也在今年的2月 被 限制 出境8個月 台灣 我們台北的這個地檢署 特別通過這個法務部 也向澳洲政府啊 提出了這個司法的一個互助 所以想請問一下 現在 澳洲政府對我們有沒有回應 嗯 這個案子從頭到尾我們很清楚啊 當然我們有 不敢邦交的這些問題 但我知道我們不管檢調單位 都一直在努力這一方面 那我想我不便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哎 辦得怎麼樣 是 但從頭到尾 請問向欣夫婦還在台灣嗎 還在嗎 還在就是 有啦 往後延嘛 還往後延啦 因為8個月時間也還沒有到 那所以說 那根據國安局 你們這樣掌握這個證據 就是向欣夫婦 他就是潛伏在台灣的間諜對不對 不不不 我還是一樣 有這個 還在調查 對 實際要調查 對 好那就是還不確定啦 那因為我們要關心這個議題的話 就是因為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這個 議題吵得非常兇 也因為這個議題 推動了這個反滲透法 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到底是不是間諜還在調查 那他有滲透誰 這個就是我們全國人關心的 也請 我們國安局 一定要給國人一個交代 好不好 是 所以應該做 謝謝委員 好 好 謝謝謝謝李二言 請王定義委員 請王定義委員 我們請局長 請邱局長 幫我們要跑 好 局長長好 今天大家第一個 因為我們國家的 不管是石油啦 金融啦 工衛醫療體系 最近遭受駭客網工 我先請教 第一個 這個攻擊的對象 在你目前了解起來 涵蓋哪些層面 有沒有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有金融 有 有 跟民生都蠻有關聯的 是不是民生基礎的東西 有 有部分 也有些跟這個科技方面有關 那攻擊 他的攻擊有沒有達陣了 就是成功了 還是說有被針織被擋下來了 有被打 有達陣 他有成功的已經造成你的紛擾了 這對他來講 中有有些地方不能動了嘛 對 有些地方動不了 這就對他來講說 因為我們看中共那邊公佈的東西 他們其實分階段 對我們的基礎 我們的Infrastructure基礎的建設 基礎建設 其實從核電廠 電廠 鐵路 捷運 道路耗製 金融體系 最近防疫需要的公衛醫療 這些東西其實都屬於 廣義的基礎建設 所以 他這樣子的攻擊有沒有 是不是 到一個新的階段了 逐漸去 演練他們新的戰力 還是他們已經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這個有可能 就是說他也在不斷地精進嘛 但這個階段為什麼會很容易出來呢 大概一月疫情 造成很多地方 仰賴電腦 你們居家辦公 或者異地隔離 他通通用電腦 局長 你剛才講到疫情 美國的國安單位是正式 也證實 美國的防疫 跟疫苗研究單位 有被駭客進攻 要竊取相關的研發資料 跟成果 第一個 美國有沒有把這樣的情報也分享給我們 或者我們也 發現有這樣的情形分享給他 網民情報合作會 有這個事情嗎 對 那我們有沒有強化 我們相關的疫苗的研發 民間公司 公衛 國衛院等等 我們發現有這個情質 有沒有去強化他的 強化他的防火牆 強化他 避免駭客入侵的這樣的能力跟情形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各 這個政府部門 它主管機關 平常把這個網害 或者這個資安 就列入要求 而且檢查項目的 那這種事情 是這一次在開始 還是持續一段時間 所以原本就有 那目前有沒有我們的公衛醫療體系被攻下來淪陷 目前有沒有 因為我看我們知道的是石油公司有 目前我們要公衛研究疫苗的民間或公家部門被攻陸了 是 有還是沒有 或者不便講 這件不便講 不便講 但我跟委員保證要講 我們只要得到這個訊息 有一定會找他夜館的 行政部門 那我現在要請教你的研判了 有一說是因為520接近了 因為每次到520 我們民主國家四年就會選擇總統 我們習以為常 他們老是覺得不正常 到底是因為520 還是因為疫苗研發的急迫性 用偷的比較快 這一波的網路駭客的攻擊 有的是養公假裝攻擊 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為了520 還是為了疫苗的竊局 你們有沒有研判 很多點會造成一個結果 那這個520也是當中的一個點 我不是很想 因為520我才要去做這件事 因為平常都在做 他平常都在做 對 但因為520之前 他可能他的大家實際敏感 就更加挫發他 要用什麼方法來獲取一些資料 這樣的話對我們影響更大 那就國安局了解 近日來 這樣的攻擊是往上走 量 往上走 還是跟平常的量差不多 他都從疫情開始 我剛才那天我在禮拜一有個報告 也就講這個針議訊息 平常有多少 疫情的時候 又增加多少 從防疫期間開始往上走 都往上走 在5月份有沒有各特殊的增加攻擊的量 這個我們夜館 報委員 我們剛剛局長有說過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改變上班的型態 那聯網的機會大增 這其實就為了這些 這些駭客組織他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們從疫情開始我們有注意到 質量有增加? 攻擊有增加 攻擊有增加 百分比好不好講? 包委員我們現在是比較著重在勤收跟應處 沒關係不便講我不勉強 因為有些東西還是保持 我們能守多少了解多少不見得讓對手知道 有時候要裝笨有時候要裝型 那我這裡有兩份文件 我先拿進的 這一份是經濟部 剛剛在4月20號 也就這一波駭客攻擊前 4月20號剛好他提了一個 等於是加強我們相關的基礎建設 資安防護基準 也就是經濟部4月20號才定出來 要拉高我們的資安防護基準 請問管局老闆解他們這個東西做得怎麼樣 怎麼會在石油公司相關的部分 遭受攻擊看起來像中油防護力感覺就不太強嗎 這一份你們有沒有跟他們一起會商 或者了不了解這些事情 據我了解他是針對經濟部發這個訊息 然後有什麼法過禮過法 報委員這個按照資通安全管理法 那這個關鍵基礎設施的提供者 他本來年度就要向中華目的世界主管機關提報 我們早就要求這個了嘛 他們要報資安維護計畫給經濟部 那經濟部 這個 要報行政院治安辦 對他審查他也可以要求業者去改建 這一個防護管局有沒有去掌握 還是說這不是我的業務 我要提醒一點 管局是全國最高的情報的一個工作單位 就是說基礎 我剛才問到現在就要講一件事情就是 基礎建設民生建設的攻擊其實它影響很大 我們也大概預知他們要幹嘛了 那各部會也通令這樣的單位 做提高我們的防護基準 那我們管局有沒有去了解他們的能耐 或者不足之處 不要防錯的地方嘛 所以這個你們有沒有參與 這我們都參與 我跟委員報告 當初八大關鍵基礎建設的這個界定 還有哪些地方要加入 這都經過大家討論 這是什麼國安局對我參與的 對其實八大很好抓啦 你不管電廠啦 機場啦 這大概蠻重要 像高鐵等等嘛 另外在106年的7月 前瞻基礎建設經費裡面 特別在這個數位的第二頁 那一年齁 那一年齁 那一年有提出一個事情就是說 如這個 在民國103年12月23號 行政院有頒布一個 國家關鍵基礎建設防護指導幹藥 這個是2014年前政府的時期 它那個時候只是分成三層架構 不像我們現在分成八大基礎建設 那三個架構主部門 次部門重要元件設施 這是103年 那到了106年 我們在編這個前瞻基礎建設預計 預算的時候 特別就數位裡面 摘要說明的第二頁 有提到說 這些系統一旦被惡意攻擊 將嚴重影響關鍵基礎設施 就是持續運作 所以基礎建設有編這個經費 我請教國安局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當時擔心的部分的洞 補起來了沒 還是說還在持續 持續進步中 馬委員這當初 他其實都有 資安的旗艦的計畫 其實每年都有在做 這個部分的強化 但是我們的對手 他們每年也在 奪圖他們自己的手段 這毛跟盾嘛 你的盾不長快一點 他的毛就可以戳破你 你長高了他也長高啊 所以這些準備 其實是一直在持續進行中 那我現在請教就是說 從防疫期間到現在 特別到五月份 這樣子的攻擊是升溫的 質量是提高的 也許理由像你說的 是因為大家在家裡上班 那電腦載台很容易 反而比較容易 利用那個跳板進行攻擊 所以量會提升 主要的來源 來自於境外 那境外 現在境外 我剛才聽到好幾個委員在問 我們當然主要的境外 可能有幾個 國際上通稱的三個 中共、俄羅斯、北韓 那我們國家目前遭受的攻擊 主要來源是哪裡 我們當然在政府這個區塊來說 我們面對的還是中共 但是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我們是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所以我們沒有先預設立場 我沒有要你預設立場 因為已經發生一段時間了 你回溯 你抓到平台 平台到此為止 還是說到最末端 你一定會有個統計 主要來源的路徑來自於哪裡 我們當然要讓國人心裡有個準備 像Room就是個好例子 論是美國FBI先宣布 他會把訊息全部丟到北京去或杭州 那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能力 所以目前的攻擊的趨勢 來自於哪個區域比較多 你們應該有所統計 你方便回答就方便回答 不便回答我尊重你們的不便 因為這個國家很重要安全議題 主要的攻擊來源的區域是來自於哪裡 我們在政府 我們政府還是把它鎖定在對岸 主要還是來自中共 但有些地方 譬如說IP這個戰的問題 他IP會跳 我看到IP從中南美洲到新加坡 沒有四個什麼都沒有 但他源頭在哪裡 那就是你們的本事 要溯源回去 因為他IP會到處跳 甚至於他的機房有的放在國外 所以我現在要問的是國際合作的部分 我最後接一兩分鐘把這講完 因為有些跨國境的 他的實體在某一國 不是跳板 所以如果沒有跨國合作的話 你查到的也無可奈何 所以本席請教 在2020的NDAA 就是美國的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特別提到法案頒布後的180天內 美台在Cyber Security這個事情上 資安的合作上 要有成立美台工作小組 那美台工作小組呢 是在2020年6月10號前 我算那個日期 所以請教局長 這個其實這涵概面蠻廣的 你們一定是在裡面有要角 這個美台工作小組 目前籌辦的計畫會不會如期 資安辦就統一來做一個管制嗎 在6月10號前會不會完成 報告委員 這幾個不是我們主要負責的平台 當然 可是跟你們都有關 我們只是參與 那其實主政單位並不是我們國安局 我們還是情報的最高機關 網路安全卓越中心是美國政府要設置的 它的進度我覺得要掌握 而且這個是國際合作的一個平台跟契機 網路是沒有國界的 網路攻擊也是沒有國界的 如果不能跨國合作 你知道壞人在哪裡 你也是屠夫戶戶 沒有用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三個 數位經濟 這牽涉到未來的 不管是5G 我們的經濟 美台高階網路安全小組 牽涉到兩邊合作的層級 第一個網路安全卓越中心 是一個 它是一個機關 是一個設施 是一個硬體 這三個事情 我還會持續追蹤 救國安局的業務 你們了解多少 能說就說 不能說我們保持機密 我可以尊重 但是要讓國人知道 我們有精進的一面 敵人在成長 我們也不是塑膠做的 好 謝謝局長 各位 就把他掌握了 是 請陳宇信委員 好 謝謝 請邱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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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經說 他曾經說 是在小軍壇裡面 向陳鋒報告 那個時間點 局長可有在現場 沒有 我沒有參加 那個 局長沒有在小軍壇裡面 沒有 那那個裡面 會不會有疾病管制中心的指揮官 陳時中 報為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參與 我 小軍壇連國安局長都沒參與 沒有 真的沒有 好 基本上 不只你國安局 應該要在這個 決策的這個時間點上 而防疫的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也應該在這裡面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這一次在決策的過程當中 防疫體系跟這個國安體系是脫鉤的 這個脫鉤的本身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當時 這個決策是上大籤 經過會過陳時中 或者說是在這個報告的時候 指揮官在場 因為我們現在一級防疫開設了 他全縣不暇 亞裕行政院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或許 都睦艦隊現在才出發 也就沒那麼多事情了 所以我這邊是要講就是說 有關於防疫體系跟國防體系的問題 我這邊很快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現在流行病 防疫中心的這個編制是什麼 就針對這個 你看 對 現在這個編制裡面 有沒有國安局的人員 沒有 沒有 沒有嘛對不對 來我們要看下一個結構圖 下一張 這個就是現在疾病管制中心的結構圖 裡面沒有國安局的人員 好那我 你知不知道這個疾病管制中心為什麼會出來 在歷史上這個演變的這個 我該表示 好來我們看一下 我把這個前面的故事告訴你 你看是在2003年我們在SARS的期間 當時呢 疾管中心 那個時候還沒有疾管中心 他向國安單位求援 所以說那個時候找了當時的這個 張榮峰 還有賴欣源 他們進駐疾管局 然後來建立當時的指揮制度 這也是我們後來為什麼說 要成立這個疾病管制中心 使得我們這一次有很好的成效 可是問題是什麼 我們後來有了疾管中心以後 卻沒有把國安的人員放進去對不對 所以現在反而本末倒置了 所以今天在這個疾病管制的這個 這個防疫的這個階段 我們國安的這個層級的人員 沒有進去 我認為是一個問題之所在 包含敦睦艦隊的這個決定 包含後來很多人員的管制 這個中小學教師的入出境的管制 大陸地區的管制 都欠缺了國安層級的思考 我這邊就問一個問題 局長 這可不可以亡羊捕牢 我們現在 因為一級防疫人員存在 那這個時候 你可不可以我們回到前面的架構 可不可以至少在這個情報的階段 你再換上一頁 在這個情報的階段 你看它裡面有這個疾管組的署長 有外交部 有疾管署的高階官員 管理國內的疫情 國外的疫情 可不可以至少在這個情報的體系的部分 國安的層級的人員可不可以進去好不好 我們從這要努力 但是我跟委員補充一點 雖然我們有參與 但每天的訊息 只要跟這有關的 我們都完全提供的 你們知道而已 或者提供 但是判斷 關鍵點就是那個判斷 每天下午兩點的那個會議 記者會之前 半個小時就是在判斷的階段 所以今天國安人員 關鍵就在於你們的判斷 所以我這邊要拜託 就是說你們國安局長這邊可不可以 就想辦法 至少在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在情報體系的這個層級 國安的考量要放進去 那我現在為什麼講這個 我們現在講下一個 現在很多國家要解封了 或者半解封 可是他現在的這 不是因為這些疫情得到控制 我們看到那個照片的那個新聞 好 他現在不是因為疫情得到控制 他是因為忍不住了 好 然後經濟呢 受不了了 所以很多國家要開始半解封 國內的旅遊 或者甚至局部的 國際之間旅遊的一個解封 那有些國家他們已經考慮到用這種 有條件的一種相對開放 你的疫情跟我的疫情彼此差不多 彼此都能夠控制 所以我們相對的開放 現在這個階段其實 我們台灣的防疫前面階段做得很好 可是現在下一個階段 才是我們最大風險的來源 這個風險是什麼 當其他地方開始半解封 開始全解封 而他不是因為防疫的原因 而是因為他們經濟的因素的時候 這時候倒過來 我們自己本身的邊境管制 跟我們跟其他國家 會成為最大的風險的所在 對沒錯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要請問就是說 可不可以 我這邊再一分鐘 可不可以 國安局這個地方 來做超前的部署 可不可以 針對未來可能的其他國家的這種 半解封解封 接著我們的邊境的人員的管制 可不可以超前的部署 提出國安層級的因應計劃 好的 這我們可以 我們深入研究以後 但是我還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訊息我們都是互通的 沒有 那剛才委員這要求 我們覺得也是很好的研究課題 所以你看這邊 我說是不是能夠提出國安層級的 因應各國 逐漸解封之我國邊境防疫應變計劃 這可以是你們跟疾管中心之間的一個計劃 必須針對就是說 我們針對什麼國家 在什麼條件之下 可以適度的或者仍然不行 在這個邊境管制上面 因為再過來不管是 它能來不能來 來裡後要如何檢疫 對我們裡面的這個影響會有多大 其實這個是每天在滾動式變動的 今天可能紐西蘭這個地方 它狀況很好 所以它要提早解封 那麼這個澳洲可能 這個不行 但美國有些州可能已經開始忍不住了要開放 到時候的變化非常多 而我們現在看到現在的疾病管制中心 它其實已經應變不詳 它對於國外的狀況也沒有掌握得那麼明確 它對於國安的機制的應變 各個局處移民署這個陸委會 然後這個外交部甚至國外的國安情資 沒有掌握得那麼清楚 局長這時候你可不可以挺身而出 超前部署 把這個機制把這個考量放到我們的防疫體制裡面 好不好 好的 我們很樂意啊 跨部會的這種會議啊 該要提出建議我們會 我是說主動參加就是在這個層級裡面放入國安局的人 好不好 提出這個要求好不好 是是是 好謝謝 薛委員 現在休息五分鐘 有機會 我們很乾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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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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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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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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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